小叔子可把嫂嫂骗残了 为了造出能吐金丝的锦蜘蛛 盯上了嫂嫂这个蜘蛛娘 正好哥哥意外跌落山崖而亡 嫂嫂独自抚养侄子 但又没有经济来源 只好求小叔子帮忙 他趁机提出制造锦蜘蛛的计划 用吐出的黄金珠网换钱抚养侄子 嫂嫂为了孩子一口答应 却没想到锦蜘蛛是蜘蛛娘基因突变产生的 小叔子直接将嫂嫂绑了起来 利用森林里各种各样的怪物语气结合生育 但由于成功率极低 蜂魔的小叔子逼嫂嫂嫂没日没夜的工作 就在嫂嫂几乎要废掉的时候 终于生出了锦蜘蛛 可这一幕被年幼的侄子看见 小叔子急忙将气砸晕 并骗他妈妈只是生病了 要离开休养 但妈妈几年都没有归来 让侄子怀疑叔叔说谎 便假装外出工作离开家乡 加入了怪物侦探社 多年来坚持暗中调查 终于弄清了叔叔的丑恶嘴脸 与朋友们一起返回家乡 将叔叔抓了起来 准备让其以死谢罪 却不想一群奇形怪状的生物将叔叔救下 原来这些都是当初实验的失败品 因为智力不全被叔叔利用 同时也代表着妈妈受过的苦难 侄子瞬间精神崩溃大哭不止 朋友关切地询问 朋友愤怒出手 杀掉了所有上来阻挡的怪物 叔叔再也没有抵抗手段 被朋友摔到了侄子面前 可一个小女孩却突然阻拦 自称她就是成功的锦蜘蛛 不仅可以吐出黄金珠网 还有着强大的治愈能力 她从生下来就开始修复受伤的母体 妈妈肯定还活着 只是被叔叔藏起来了 但不管众人如何逼问 叔叔死活就是不说 幸好侦探社早就监控了她 通过查阅她的行踪 确定最可疑的是森林的一处泉水 侄子跟着小女孩前去 在水底找到了被封印的妈妈 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后 母子再次团聚 而叔叔则被同行的狐妖杀死 一把火烧进了她造出的罪恶